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谋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谋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手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说回今天《妙法莲花经》的尾声 28品的大纲 上次我们讲到第三品 以下来是第四品的文字内容 信解品第四大纲 《孔子得父保》的譬喻 这个譬喻不是佛讲的 是由弟子讲 到底他听到佛法 左左静到阿罗汉 静到辟知佛 现在再听到《大乘妙法莲花经》 他觉得得保 得了一个很大的宝藏 讲回他们的感受 为命衰菩提 摩阿加尖言 摩阿加摄 摩阿穆建年 信解佛语 然后白佛言 听完释迦如来 前面所讲的 种种的方便力 为一切众生的根基 本来宣说大成妙法 因为众生的根基未到 所以拳而说三 有声闻有缘角 所谓于一佛城 分别说三 知道我们的根基未够 所以不能跟我们讲大成妙法 所以才有前面 声闻成缘角成 这两成的教法出现 为命衰菩提 这些十大弟子之一 一个长老来的 摩阿加战言 摩阿加涉 这些都是长老级 穆建年的神通第一 信解 相信明解佛陀的说话之后 就跟如来这样说 我等居增之首 我们都为一些长老级 是出街人当中 年之最耐的一批 因为最初 成佛道五比丘之后 韩服外道 这些衰菩提家 展言加涉 穆建年 都纷纷投靠如来 在增重当中 堪为代表 带领上座的修行人 智慧以得涅槃 其实很惭愧 原来我们曾经 曾几何时 都好像如来你说 说我们生过一个 我们得阿罗汉 我们得解脱 得面轮回 以为 以得涅槃 智慧 即是自己说自己 已经得涅槃 不服 进求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都出现过这种思维 以为解脱 就等于成佛 因为凡所有上去网 不求 离辱 无辱 离辱阿罗汉 还有什么求不求呢 就是不求 没有去智求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但念空无相无作 只是念到 思维 认为 我安住空 我安住无相 我安住无作 这个名为究竟 这个建为涅槃 于菩萨法神通游弃 正佛国土 成就众生 心不起咬 相反 对于如来 你曾经说过 无数佛国有无数菩萨 无数菩萨 以愚患的身躯 不捨执迷的众生 行菩萨的大悲救度众生的法门 以种种游戏 游戏 愚患三昧 愚患三昧 焰一切 色身三昧 游戏 精神通达无掩 需处世间 而不掩世间的 名为通达无掩 其实真正的神通是这个 神通 是讲精神通达无外的意思 由相应一切众生的愿 喜悟 自己又发愿 所以愿力一圆满 就产生救拔众生的事宴 这些事宴 有神通事宴 有世间事宴 有布施事宴 有说法事宴 有韩服事宴 种种事宴 都是游戏 正佛国土 将一切救惠的世界 鞭成正土联邦 帮助如来 来去救度众生 使正佛国 成就众生 心不起咬 去救众生的工作 我个心 我们成班阿罗汉 不喜欢 不喜欢 不咬着 因为 因为 菩萨 知一切如幻 所以能够 不舍于幻 去救众生 为什麽呢 因为众生执 幻当真 这个众生执幻当真 就是一切菩萨的生死根本 菩萨本来不用生死的 但是因为他的眷属 建一切众生 由于自己 由于自己的父母 由于未来诸佛 全部迷晒 因为这种悲心 所以誓愿救病 而能够将来 在菩萨的万行当中 功德成就 以前你做什麽都不成功的 当然越做越辛苦 但你做什麽都成功 就越做越开心了 对不对 越做越有信心 越做实得 开始起咬 所以我们看到 普然行愿品 怎麽人可以做到 身与异业 无有皮厌 虚空戒进 众生戒进 众生业进 众生烦恼进 我此大远 无有穷进 念念双族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皮厌 为什麽可以无有皮厌 因为他想什麽都可以 想什麽都圆满 这就是普然威神力 威即是涉众 力即是改变到众生 所以 一个阿罗汉 一个匹之佛 一个义成人 他可不可以有这些大愿 不行 他可不可以成就到 度身的愿望 未能 因为他未发起 心力未发起 所以 根本 我以为 以前 我们整班阿罗汉 都以为自己得解脱 不再追求 向着佛的境界 佛的智慧进发 心得起咬 你说这班弟子 说出来的时候 惭惭惭 是吧 就是听完之后 觉得很惭惭 哎呀 原来 如来你这麽善巧 那原来 有没有说他们呢 有没有说他们的 有没有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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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一下 虽然如来 赞叹大成 但不会苛斥小成 为什麽呢 因为他们必经 对不对 在他们的根基 他们必须很正常地经过 那生起 惭愧心 又正不正常呢 又正常 这些完全是 改变的过程当中 很合理的改变 好了 接着呢 他们整班人 就讲出了一个举例 有什麽举例 更说辟喻 讲了一个辟喻的故事 这个辟喻故事 我将它精简了很多 让大家都容易忌 由于幼儿 好像智儿 一个很小孩 小孩当然不知道 爸爸在想什麽 当然不懂 小孩喜欢什麽 玩 吃 是吧 吃和玩而已 没有其他东西 睡都可以不睡 没得玩不行 没得吃不行 是吧 接着就写富途逝 离家出走 年纪长大 家福 穷困 其富大富 拉尾他的父亲 成了大富庸 知穷子 他的志意下劣 他的志向 他的意志力 非常之下劣 求其有得吃就算 当然了 什麽少年 什麽不努力 什麽老大 涂相悲 是吧 一样 因爲成功是有成功的原因 成功的人 是有成功人的条件 他是 他是不威不扭的 一般人 頂不住他 他頂了 所以就能够 他的法迹 就能够抵抗 那個力量是很大 窮的子 志趣少 沒有勇氣 不夠膽 不肯面對挑戰 所以呢 以小為足 足以小為樂 這個爸爸 密顯是者 故意於二十年中 常令隨訓 我這裏就很清假了 大家有否記得 有聽過這個故事 記得了 因為這個大綱 只是幫你記得的 你真正要看 麻煩你看回那個 重點內容 或者經文的內容 你就會看得更清楚了 幫你記得 這一品講什麽 父之將死不久 到底這個爸爸 現在差不多了 年紀大了 見到那些子女 可以走到自己身邊 但是子女 不敢認父親 因為父親太有錢 是吧 覺得很羞慘 那麼 父親 就跟這兩個兒子講 熊子言 我今多有金銀財 珍寶 倉富仍日 其中多少 所應取遇 如食之之 你現在用心 無令漏失 他說 你們不要再倒屎倒鳥了 你過來 我有些家產 給你看看 我交給你管 其中 應該洗就要洗 不應該洗 你就不要亂洗 你現在用心 希望你好好經營 不要令他流失 就是說你去賺錢 給你多些財富 你就拿來做生意 賺錢 就是這樣 以時窮子 即授教斥 這些窮的兒子 聽到這個父親這樣說 很明白 即是奉授 接授 教導 吩咐 令知眾物 金銀珍寶 及諸富藏 而無欺取一餐之意 好老老實實 我們中國人有句叫做什麼 擔什麼不偷 意思是什麼 你給他什麼都好 他不要 不是他就不拿 即是無欺取 無欺棄 給我就好 如果我拿到就好 想都沒有想過 吃多一餐就好 都沒有想 父之子義 漸以通泰 嗯 爸爸知道 這兩個兒子 乖 真是懂得想 有都不貪 心想 是你的 有什麼好貪 是不是 我給你 不是想給你貪 是想給你繼續經營好些 你也懂得經營 我就給你 是嗎 漸通 漸以通泰 他開始 泰即康莊大道 通達泰 即是很闊大 成就大致 已經可以繼承得到爸爸的事業了 林玉忠時而命其子 臨忠之前 就叫 兩個兒子 並會親族齊集 叫齊殺的親戚朋友 而自孫嚴 就自己 這個爸爸 就跟親友說了 此是我子 這兩個是我兒子來的 我之所生 捨不逃走 是我親生的 不過他們小時候 那時候離家出走 辛苦五十餘年 陰公 是嗎 熬了五十幾年 為何用五十幾年 大家又知不知 因為當時佛說法 四十幾年 說法都四十幾年 是不是五十幾歲 那他們 都跟了佛堂很久 對不對 即是耳味著呢 我以前學過的是什麼 耳聖法 不是東西來的 現在佛給我 這些寶貝就是我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 留意一下 辛苦五十餘年 今我所有一切財物 皆是只有 我所有東西 其實都屬於我的兒子 窮子問父此言 即大歡喜 得未曾有 哇 哎呀好開心 沒想過 哎呀原來是這樣的 而作是言 我本無心有所欺求 我們從來管著這麼多財 都沒想過要 是嗎 吃多餐都說不需要 拿多舊都不捨得 都不想 我本無心有所欺求 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哇 原來今年的寶藏 自己來的 所以 人算不如天算 有很多人好想好好好 但好決都好不了 是嗎 好起上來時 不用理想 都會來的 意味著 我們亦都說一件事 修行人亦都抱著這種心態 每個人都有稀奇 但時間未到的話 要明白因果 因緣未至 因緣是至 你可不可以抗拒 抗拒不到 他說 世尊 他們講完這個故事 就講回這個故事 代表些甚麼呢 他說 世尊 佛陀 大副長者 我們剛才 我們舉這個大副長者 這個人 則是如來 則是如來 就是你了 佛陀 我等皆此佛子 我們就是離家出走的那班 然後回來 賭屎賭尿那班 是嗎 如來尚說 我等為止 因為如來 你時時都跟我們說 我們一切眾生 猶如如來的愛子 世尊 我等以三苦固 種種的苦 所謂壞苦 這個苦苦 世間 種種的苦 在生死中受諸熱怒 我們在生死的道路當中 飽受種種的熱 即是煎熬 迫得 怒即是煩怒 腦亂的意思 迷惑無知 迷惑我們 令到我們沒有了知識 沒有了智慧 而令到我們 咬著小法 離家出走的時候 貪幻 貪威識識 便是離家出走 是嗎 那些叫邪法 回到來 看看 老爸 不知道那個是老爸 不敢認 他很有錢 因為我老爸以前還沒發達 發達 是不是我老爸呢 不敢認 幾十年沒見 又不敢亂說 好了 他追回我 知道我們喜歡做清潔 就被我們賭屎賭尿 賭屎賭尿 代表了什麼呢 原來咬著小法 因為我們是外道 我們以前跟佛學習 但現在我們離開了 然後佛陀 就教我們怎樣 叫我們 離開生死 達到不生滅的裂盤 這個叫小法 咬著小法 今日誓尊 今日 在這個妙法蓮花經裡面 釋迦如來理 令我等思惟 捐除諸法棄論之憤 留意一下這句說話 這個訓 是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 為生死 求獵盤 的小法 有沒有生死的 凡夫當然有 異成人都厭 所以就有求獵盤的心 但大成人有沒有生死的 有沒有裂盤的 留意一下 這個分別在這裏 問你兩句 你自己就知道了 分別在哪裏 遲些我們那個弘法導師培訓班 一講完 你們個個懂得分 很開心的 他說 今天在妙法蓮花的法會當中 世尊令我們 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思 就是思考 懂得想法 測度 叫做思維 在當中捐除了 清除了 諸法棄論 棄論 什麼叫棄論 記不記得我所說 拿著這個網執 拿著這個網上 拿著所有東西 都會叫做棄論 對不對 我拿著財色名食稅 去追 我說你就追 那你棄不棄論 我跟著 我衛生死求裂盤 我追小成法 那又棄不棄論 其實都是棄論 叫做分別之見 他說 令我們能夠捐除 就是清除 清除了 我們對於佛法 對於世間法 對於解脫法 這種棄論之憤 棄論之憤是一個觀念來的 這個觀念就是 憤小 就是除憤的工作 我已經不用再做這些事了 我等於忠 我等於忠 我們能夠在當中 當中是什麼意思呢 在妙法當中 在大成法當中 勤加精進 勤加精進 知道了 原來一切如幻 本無生死 亦無裂盤 本無世間 亦無出世間 所有法 都是幻化 菩薩 就是合於一切幻化的世界 以餘幻的身軀 行無量意 利落一切眾生 而當中不去議論 包括世間法 包括出世法 都不議論 應以何身得道 現何身而為說法 那阿羅漢法 那阿羅漢法 是否算正阿羅漢 那是真還是假的 街市幻化 我等於我們這班人 在今日在當中 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很勤力 很精進去修行 得至涅槃一日之駕 唉呀 我得到了 一日裏面 聽經文法的價值 能夠令我們促得這種解脫 覺悟 既得此意 心大歡喜 就等於得到如來的寶藏 這裏我先回覆 令我等思維捐除諸法器論之分 他說我們以往 對不起 這裏是講以往 我等我們這班人 在以往的這種棄論之法當中 勤加精進 得至涅槃一日之駕 既得此意 心大歡喜 至以為足 以為大德 應該這樣解 就是說我們以往 因為 心為生死 求涅槃 如來為我們講述得 涅槃來生死的法 就執著這些法去修行 到涅槃的一日 哎呀我正道了 我覺悟了 既得此意 心大歡喜 這種呢 其實現在世間人都有 就是說他們參悟禪 參悟無相解脫 他參悟到的了 就好像我放下兩隻手 他參悟到的了 那麼他以為就 哎呀 無相也就是成佛了 來有沒有很多人 有個觀念 就是為我離相 我覺悟 我解脫 我不染這個驅體 這個妄想 達到真清淨 即是佛果 有沒有這樣的人啊 原來世間有很多這些人 想著無相就等於成佛 不是的 不是的 那麼辟知佛就等於成佛了 不是的 那麼辟知佛和阿羅漢 是不是已經離相了 離相的了 所以 這個以往 他們在當中勤加精進 以為得道涅槃 自以為足以為大德 於此大乘無有志求 在大乘佛法當中 沒有志求的 沒有志願 沒有心去求 今我等 方知世尊 於佛智慧 無所論息 我們今日才知道 如來你來這個世間 對於如來成就的法門啊 如來的智慧 如來的福力 一點都不省論 其實很想給我們 所以這何 為何我這樣說呢 我等息來真是佛子 我們過往生已經跟隨 釋迦貿尼分裏 生生世世修行 早已是你的佛弟子 但是因為我們在修行的期間 心咬小法 這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將來呢 我這個 弘法導師培訓班 第一步 要先把大家的心 先的 很精彩的 你說我未抹開過 你想完第一課 你不抹都不行 跟你抹開了 就好像我們以前 練功那樣 踢腿那樣 先拉筋 拉鬆了 你踢多高都行 那些筋都不鬆 你怎麼踢高 對不對 要抹開了個心 你想不大都不行 就行了 所以在末法時期 既然有一個弘法導師培訓班 能夠發心參與的人 一定是菩薩總乘 先抹開你們的心 所以 他說我們過往生已經跟隨 如來修行 但是呢 如來你是不行大城 所以你成就 柯柳多羅3秒3號體 我們什麼 我們太狹毅 我們太小見 但咬小法 只是喜歡智利的法 若我等有咬大之心 如果我們這班人 有個個喜歡大城法的話 佛則為我說大城法 佛即刻就會跟我們說大城 佛不會沽寒的 不說不捨得教我們 沒有的 所以直至到我們今時今日 因緣果報成就 於此經中 遺說一城 你在這部經當中 就只跟我們說 原來佛法只得一城 叫做大城 前面我們所得的東西 全部都是圓滿我們的意欲 不是真的如來要教我們的東西 我現在知道 因為我們以前怕苦 所以我們求解脫 這是小念 菩薩不是這樣修行的目的 菩薩修行的目的是 支架 但是見眾生 就發願道眾生 這是菩薩的法心 異成人就是 我餵苦 我會求解脫 這是異成的法心 我們要知道那個法心就知道了 事故我等 說本無心 有所欺求 所以我們剛剛就說 為什麼好像窮子得寶一樣 我們都沒有心想學大城法 我們個個都想要小法 是嗎 但是時機成熟 佛則為我們講大城 金法王大寶 自然而知 今日如來你的所有的家產 所有的寶藏就在這個法上 不需要我求 送到在我們的眼前 自然而得而知 如佛子所應得者皆而得之 好似這個長者 他的子女所得到長者的家產一樣 如來的兒子得如來的所有寶 皆而得之 這個就是這樣 這段制 就是我們一看這一段的大綱 就會記得 哦!原來在第四品 就是講 由一些大阿羅漢 對佛講的窮子得寶 這個比例 講自己以前是 隨訓咬小法 現在今日聽到如來所講 還為我們受寄 哎呀!我們真是得到大的寶藏 感恩 是這樣的紀錄 好了 《藥草》裕品 第五 這個就是《妙法蓮花經》 這一品專門舉一個叫做《藥草》的譬喻 《佛法如語》 《能潤窄一切花為草木》 《世尊告摩康家業》 《及諸大弟子》 《適家如來》聽完這些大阿羅漢 慚愧慚悔 讚嘆如來 感恩 眾法的一個舉例之後 就回覆他們了 《如來是諸法之王》 《如來是一切法無所不通達》 《一切法都能夠知曉講解的法宗之王》 《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 《知一切法》 《法是一種方法》 《最終的目的是達到甚麼結果》 他都知道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法 當然是有一個原因 希望達到什麼改變 那個想改變就是目的 那怎樣才可以改變呢 因為要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就可以由這件事變成那件事了 知道如果沒有改變是不會有法的 有法就是方法 有方法就是想改變 改變到怎樣呢 結果是怎樣呢 原來都知道了 《知一切法之所歸趣》 最最後的歸向方向去到哪裏 《亦知一切眾生深深所行》 留意一下這個第一個心字 《亦知一切眾生》 《心裏面的深處》 它的真正的目的 這個深深呢 有時自己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想 我是想這樣 其實你的口是想這樣 你的心不是想這樣 那當然是 那當然更好 但你口說可以說另一件事 這個深深就是說 一切眾生它本來的心意是怎樣呢 如來一一盡知 通達無礙 沒有一件事可以阻礙如來這種智力 由於諸法夠盡明了 由於宇宙虛空過去現在 將來 一切法的衍生 衍生 演變 消失 完全盡透 明白了 了了分明 是諸眾生一切自衛 能夠在一切眾生面前 展示出種種的自衛 觀諸眾生 諸根利頓 精進蟹苔 說法說法 全部是看恩基鬥教 看看眼前的甚麼人 看到他們的心意 看到他們的意欲 知道他們的根基 他們的接受能力 到底他們的根基是利 還是非常蠢頓 還是非常精進 還是非常懶惰 可以了 隨意說法 隨順的恩怨 而為他們說法 令快得歡喜 善利 令到他們很快 一遇到佛 不理他多蠢 不理他多頁 但你如來一定有方法 適合他 教導他 而很快這些法 就可以改變他們 得到種種的歡喜 種種的善 即是正確 大利益 得生善存 教授道法 令到他們 生於將來好的地方 例如諸我莫作 中善奉行 你做人也比人有錢 或者不小心生了天 或者不小心大凡天王 或者不小心去到極樂國土 或者不小心去到普賢菩薩 十願當中去到一切國土 實在教導你 教授種種的道路 令離障礙 漸得入道 令到所有眾生離開一切 修行成佛的障礙 漸漸入道成佛的道路 這種的教法 好像大雲雨 好像有個雨 一個大的雨雲 去到一個礦野 或者去到一個森林裏面 大雨雲 於一切荟木松林 及諸若草 去到一個大樹林裏面的一切花荟 草木啊 松林啊 種種裏面的一切若草 如其種性 那個樹林裏面有幾多植物啊 每個植物都有不同的功能 種種的類別 種種的特性 巨竹蒙韻 各得生長 但是佛法 一落到這些樹林裏面 不理它什麼花位 草木松林 若草 各蒙韻竹 各得生長 他們能夠得到很多潤窄的東西 增長 如來說法 一上一眉 其實啊 如來說的方法 很簡單 又回覆了 之前 一些聲文弟子 讚佛 令到他們聽這麼多好法 佛再來一個總見 其實 如來知道了所有眾生 所以如來知道你們的根基 從來沒有去勉強你們 沒有去叫你做一些你們不想做的事 你們做不到的事 如來講到的你都做得到的 代表了善巧方便 但是這裡開始呢 就講個總結了 原來無論佛說什麼 其實只有一個意思 記住這個 藥草品 就好像天與金路 灑片大地 只有一個作用 是什麼 潤窄 對不對 只有一個 那佛法怎麼潤窄法呢 聽一下吧 他說 如來說法 一個方法 潤窄 就叫做什麼 一上一眉 一種上 一種味 那種什麼味 啊 離上 滅上 就是什麼 擺下兩個手 是嗎 記不記得啊 你說 是不是這麼簡單啊 我最初講 禪的講座 我把兩個手放下 就是這麼簡單了嗎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一上一眉 就是這種方法 所謂解脫上 離上 滅上 是不是都叫你擺下 你說一百個上 都是叫你擺下手 是不是 都是在講這件事 究竟至於一切種子 你放下了之後 跟著如來的方法去做 你沒有多久 你一定去到這個結果 結果就是究竟 叫做一切種子 好似如來這樣 一切子 一切種子 進階俱足 宇宙虛空 過去現在將來 所有的真相 你一連間騙子 這個名為一切種子 唯有如來 知此眾生 總相體性 他說只有如來 世間 只有如來 才可以有這麼圓滿的智慧 知道任何一個眾生 他的種類 他的相葬 他的體性 他的身體的能力 他本身的特性 是向哪個方向走 善的人向善的方向走 惡的人向惡的方向走 有福的人 惡的人都可以有福 有福的人有力 沒有福的人沒有力 有種種善行的人 有種種善行的人 他沒有病痛 沒有善行 有惡業的人 有很多病痛 有很多疫苑 知道了種 種種的體相 因為不同的體相 不同的種類 他想的東西不同 念何事 思何事 一隻狗 在想什麼 有沒有東西吃 什麼時候疼我 什麼時候和我去街 你看到 你知道他在想什麼 一個白粉的人 我可不可以偷東西去買東西 這個又可以拿 他在想什麼 你一看就知道 因為他的體性 因為他有不同的東西 他想的東西 就跟了方向去 我買保險的人 我當然經常想 希望跟你買保險 介紹保險 我買基金 我當然跟你說 買基金 一定的 所以 他是不同的體性 他念何事 思何事 收何事 雲何念 雲何思 雲何收 以何法念 以何法思 以何法收 以何法得何法 眾生住種種之地 如來的智慧 全部透析 知道了 這個意思 這就是一切種種之的 不思議 你拜師學藝 你跟到佛這樣的老師 你去哪裡找 是不是 你看到 原來一上一味 就是講解脫上 你解脫上 你就自然會得到一切種種之 你得到一切種種之 你就是如來 只有如來 你才知道這麽多東西 這麽意思 留意一下 能夠知道 種種住於 種種住於 眾生住於種種之地 什麽眾生 住於什麽之地 唯有如來 如實見之 明了無愛 只有如來 這種一切種之 是可以最真實 無看錯的 一定是這樣的 真實 見知 見到 明白 通解 了達無愛 無事阻礙到 好似 如皮 惟木 松林 朱 若草等 而不知 而不自知 上中下盛 惟木松林 若草 有些是花圍 有些是樹木 有些是松林 有些是雜草 有些是藥草 有用的 但他們知不知 自己上下中盛 上中下盛 不知的 自己不知自己 佛知時矣 佛知道了 為什麽 佛觀一切眾生生死 無量無邊 柯生其劫 觀眾生 心育 而將互知 知道了一切眾生 他的心 在想什麽 他的欲念在想什麽 我們 研究佛經多 我們都很容易分 大家記住這段 將來在弘法徒師培訓班 我就會問你們 你知不知 眾生 哪類眾生 產生什麽欲念 做生意的人 想什麽 賺錢 是什麽 搞教育的人 想什麽 想學生多 是什麽 想教多些聰明的人 是什麽 是什麽 因為他們的愛慾 自然 產生他們的渴望 的理想 好了 他説 佛知道一切眾生 觀眾生的心育 而保護他 你都未講到出口 佛已經將你想聽的事 告訴你 然後教你怎麽可以得到這個目的 是否保護你 是否圓滿你的願望 所以 我們說 如來 是守護眾生 我想起 很多年前 天壇大佛 雲昏法師 一手去做設計 還有 一路跟進 我們當時 幫他做籌備 那時 講到這兩個印 一個手印是這麽的 一個手印是這麽的 這個是什麽 這個叫無謂人 不要怕 不要怕 這個叫無謂人 這個叫什麽 這個叫余緣人 你喜歡什麽我給你 是吧 佛陀 就是扮演這些角色 所有諸佛菩薩 他離這個世間 就是 令我們離部位 不用怕 不用怕 不要怕 你要知道原因 這樣就可以了 解明原因 令我們無謂 你想得到什麽 他給你 你想得什麽 溫爆 封入 行行行行 我圓滿你 你想得到什麽 知識 行行行行 行行行 我圓滿你 佛知一切眾生 心慾之所趨向 而去守護他 知道你 未有大心 未能夠發一切種誌 知道 所以 不說 不說這麽 很多時候 我們 將來 我們講經文法 我們肯定會知道 什麽叫人天成小成大成 但是 所有人都要跟他講大成 原來是不行的 妙法蓮花經 可不可以 所有人都跟他講妙法蓮花經 不行的 你一定要看恩緣 恩財師教 恩機鬥教 所以 這也是很重要的 他説 佛所說法 亦如大雲 以一味語 什麼語 印應眾生的需求 潤於人花 你可不可以聽到人話 人花 即是說 人好像每個人 好像一粒花 花果 覺得誠實 去潤摘它 佛說法 那些法 那些 那些 金露水 那些金露水是什麽 就是與願 離部位 無畏印 與願印 令到我們 將來 得到 我們想得的結果 成實 成為果實 那麽意思 金位與等 說罪實事 我今天在這裏 為你們這班 比丘們 聲明 聲明 阿羅漢們 去講一些 最真實的事 諸星民眾 皆非滅盜 我講一句 最真實的說話 告訴你們 你們所證的阿羅漢 那個境界 不是如來入滅的境界 是很清楚的 但之前沒有跟你講 為甚麼 因為你想 給你先 皆非滅盜 不是真是究竟無如涅盆 與等所行 是菩薩道 你們之所以成阿羅漢 是因為菩薩的悲怨 來這個世間 賤一個聲文羅漢真 與等所行 是菩薩的行為 漸漸修學 適當成佛 你們以前正恩羅漢的未滅道家 你們要催向佛陀 境界 要行菩薩道 所以 這個 剛才我們所講的 如來所講的 一上一味 說法 如來說法 一上一味 所謂解脫相 離相滅相 究竟至於一切種子 這些是潤窄蒼生的 方便金路 對凡夫 這個金路 就變了 變了甚麼 潤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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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圓滿他們的願望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法 如是相 如是結果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離苦得樂 念佛求生淨土 接著對異成人說 自正其義 解脫生死 不生滅的智慧顯然 這些 都是潤窄蒼生的法門 其實都是甚麼 無量義 無量義 因為眾生無量說法 無量說法 無量說法無量 而亦無量 好了 在這一段當中 若草品 佛 亦是講述了 如內說法 由於法雲 以金露水 潤窄蒼生 隨其 根氣 宣說一些 正確的法門 圓滿他們的願望 但是到時機成熟 安納他們 在成佛的道路上 好似這班聲明 過往生跟佛修行 今生正安羅漢 現在時間成熟 佛就安納他們 在大乘無上道當中 得妙法棉花 明白這個道理 這個就叫做 藥草品 其實呢 藥草品呢 與其叫做藥草 不如叫做潤窄 潤窄品更好 其實它的味 它的重點 不是在藥草 它重點 在個金露 在個雨 大的 就是 落降的金露雨 潤窄蒼生 眾生者 猶如 山間的花位 草木 松林 藥草 所有植物而移 植物有 有粗 有幼細 有 有一些普通的 有些有毒的 有些有藥的 價值不同 好像我們一切眾生那樣 六道眾生 二成眾生 乃至菩薩眾生 到最後成佛究竟 如來都能夠以一陰 安納一切眾 這樣解釋 好了 很快去到第六了 獸記品第六 說完這番說話 這班大比丘 聽完之後更加開心 亦都向如來交了功課 慚悔了自己以前以小為足 不趣向大成 罰住世都有弟子 不趣向大成 何況現在罰入滅呢 所以現在我們見到有很多人 他只以禪修為結果 這個都很正常 這個都很正常 因為亦都沒有大善知識 去幫他們開曉智慧 這種好不好呢 這種都是一種解脫方法 這種都是一個修行方法 但是我們心中知道 始終有朝一日 他要怎樣 回小要向大 他才能夠入於大成 這個嚴格來說 余科班 未去到大菩薩 大行的課程 好了 去到第六 這一品專門是記錄 如來為聲聞弟子授記 裡面比較簡單一點 我就會更加譯得更加簡單 佛為弟子授記作佛 因為聽說《妙法蓮花經》 佛就確定他們將來成佛 佛為弟子摩可嘉賤 大目見年 衰菩提 摩可嘉賤賢等授記 為他們當眾 授以決定成佛的印記 摩可嘉賤 將來成佛 明若光明如來 國明光德 劫名大莊嚴 這裡提大家 衰菩提將來成佛 耗曰明相如來 劫名有保 國明寶生 這個明相如來 將來會成佛 大家煎元 這個大阿羅漢 將來也會成佛 耗曰嚴埠那提 金光如來 嚴埠那提 金光如來 大目見年 神通第一的大目見年專者 將來會成佛 耗曰多摩羅 耗曰多摩羅 拔煎坦香如來 劫名喜滿 國明以樂 這一品當中 主要是為 聲聞的大阿羅漢 授記 這個重點 想看詳細的內容 你看看就知道 第六品 原來是為聲聞大阿羅漢們 授記作佛 第七 化成禦品 第七 這品比較長些 這品化成禦 就是記錄 大通至聖佛 過往生有大通至聖佛 有十六菩薩子 這十六菩薩子很厲害 第一說廟法蓮花經 然後 在經上面講述 以化成 涉異成人 引涉聲聞 原國的人 引入 將他們來到化成之後 再指示給他們 入大乘無上菩提 這段紀錄 所以名為化成禦品 這個化成禦品的內容是怎樣呢 大綱在下面 佛告諸比丘 佛為五比丘 對仇記作佛之後 然後呢 跟著呢 就跟一班出家人講了 他說 過去有佛 有一個如來 正無上正等正確 他的名叫做 大通至聖如來 他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那時候 因為他的過往生行菩薩道的 功德力的影響底下 十方東南西北 四為上下 每一方各有五百萬億諸佛世界 六種震動 全部都動的 其國中 幽命之處 黑黑黑黑黑的地方 日月威光所不能照 什麼光都照不到的 皆大明 因為這個大通至聖佛成佛的光光照片 東南西北四為上下 十方各方有五百萬億諸佛世界 裏面最幽暗的地方都放大光明 你想一下他的影響多大 即是說他行菩薩到時 是不是全部去過這地方 不去過 怎麼會放光照到那裏呢 你留意一下 菩薩叫做陳沙幻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正到阿羅漢匹之佛 你再發願行菩薩道 你還要多久生死呀 答案是 無盡又如陳沙一樣 然後你會計 那不是要很久 我們凡夫是否要計很久 我熬了幾十年都很難熬了 我熬了這麼多 我熬不熬了 我有沒有那麼多命 你會這樣計較 我們凡夫著上 取了這個境界 當然是生種種的煩惱憂 但菩薩怎樣 菩薩是用怨的 記不記得 以怨為用 那抱怨怨就已經這麼厲害了 他說我今日發抱怨怨 但願我怨了這一生 我的怨力片門 合於抱怨大威神力 我的怨能夠令我在過去 現在 將來 宇宙虛空一切佛殺極 未陳訴佛國土 我以抱怨行怨力 能夠去 都能夠皆知其處去到那裏 能夠親自鼎禮如來 禮敬諸佛稱讚如來 廣修共養 隨起功德 一個怨片三世 你說是不是陳沙 那既然可以去佛國 那可不可以去有苦難世界的眾生 那行順眾生是不是 去到苦難世界的眾生 所以一念間圓滿 這些不是我們 我們凡夫怎麼策度 叫做不思議解脫境界 能夠一念入三世 三世攝一念 一念間已經騙過陳沙的生死煩惱 當然 這些 這些境界 這些現象 當然在五族惡世 和一些惡業凡夫 很重 智慧救惠 封住他的智慧 這些救惠 他怎會明白呢 難明之處 那這裏呢 我們會看得到 原來 菩薩在當中 一一都圓滿抱怨 圓將來成等政覺 佛秀五百四十萬億 南猶他劫 這個如來有多長命呀 釋迦如來八十歲 這個如來呢 五百四十萬億 不是歲的 數不頓 那麼多劫 留意一下 那你說 這個國土的人有沒有福呢 沒有福 怎麼會招禁如來住世那麼長呢 我們就知道全部都是大菩薩來的 肯定是 跟著說 原來這個大通至聖如來 未出家之前 有十六個兒子 與十方 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 諸凡天王 禮讚供養佛義 這十六個兒子 當然呢 這個國家 在我的估計 當然不是胎生的國家 這些都是化身 福力大的天界來的 他說 這十六個兒子 見到爸爸出家成佛 跟著 各與十方 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裏面的 所有凡天王 禮讚供佛 禮讚大通至聖佛 勸請世尊轉於法輪 各百佛義 為願世尊轉於法輪 多所安穩 所多所盜脫 希望如來你能夠說法 令我們個個得安穩快樂 能夠令到盜脫更多眾生 是諸凡天王而說幾言 世尊轉法輪 激金路發古 道虎路眾生 開是涅槃路 開是涅槃之道 為願受我請 以大微妙音 而埃敏而敷衍 呼染無量劫集法 希望 這些大凡天王都一樣 求如來說法 用大微妙的聲音 哀問我們一切 未覺悟眾生 敷衍無量劫集 收集回來的大法 以時大通至聖如來 受十方諸凡天王及十六王子請 自己的親生子 十六王子 以及這麼多 各五百萬億 諸佛世界裏面的 無數的凡天王 即時 三轉 十二行法論 講三次十二因緣 亦都留意下 其他佛的世界 都是講解決法 各五法 十二因緣 記不記得我講 無名原行原色 無名就是妄執 原行 這兩個就是我們這兩個手來的 就是妄執妄想 原來要復教的法低 十方諸佛都在講這個法 所以如果現在有的人說 我有個法更高 高於釋迦謀利佛 高於過去佛 這些全部都是大妄語 因為佛講過 過去佛如是說 現在佛如是說 將來理成佛都如是說 所以如果現在我們 都在講佛講的說話 我們都是如是說 對不對 只有如是說的人 才可以守護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改他 可以改誰守護 你可以作一個出來 都可以 現在通佳作佛經 我們要知道 現在在講這個 戈虛佛 你想想 無量劫集法 無量劫所集的法 原來他想轉的 都是十二恩怨的法門 你說幾不思議呢 三轉十二行法論 這裏 後面那裏我很簡單 講講就算了 因為我們不是 講法的質 就是細節內容 而是講這二十八品裏 所記載的大綱 看過這個大綱 你記得 這個意思 他說 若沙門 若婆羅門 若天 若摩 若 кр 若煩 及如世間所不能轉 為什麼 沙門 婆羅門 天 摩 凡 如世間所不能轉 因為 他們都是用這兩隻手的妄執 而學種種的法門去轉 如來是在 異覺悟的果地 去將宇宙的真相 告訴我們 因為說法的人 而法門,連沙門,婆羅門,天魔,繁王,世間都有我的,還有我的 為是苦,為是苦習,為是苦滅,為是苦滅道,及廣說十二因緣生相滅相之法 無名完行,行完息,息完名息,名息完六入,六入完足,俗完受,受完愛,愛完取,取完有,有完生,生完老死,幽悲苦老 這個叫做生滅流轉門,意味著我執了這個無名,接著再拿了個妄想,行完息,息完名息,有一個身體,身體完六入,六入完足,接收外景,足一完受,日仇穩,取愛的東西,愛,接著取,有,有完就生,生完就一切,老死,幽悲苦老 這個妄執,妄念,被一切的因緣綁綁住,所以成為不停流轉 但是十二因緣的竅門在哪裏呢?它就不是叫你慢慢一件件解回它 而是最緊要捉住你最初拿這兩個手出來,這個無名,和這個妄執,你一擠下這個無名妄執,所有生死,即時,清靜,這樣解 所以無名滅,接行滅,行滅,則識滅,釋滅,咳失,明識滅,明識滅,明識滅,六入滅,六入滅,災灅,足滅,足滅,授滅,謀滅,燧滅,外滅,愛滅,之取滅,取滅,喀滅,有滅,有滅,大家哈哈 生老病死,悠悲苦老滅 所以這就叫生相滅相 講十二因緣,講虎集滅道 目的是希望我們什麼 放下這兩隻手 記得嗎?就是放下這兩隻手 那我們這個身體 是不是有個妄想有個妄執 菩薩就執著這兩隻手 繼續去度眾生 將所有的力量,境脈 全部變成度生的力量 而願力圓滿,鮑於太虛 所以在過去現在,將來能夠廣作 空花法事 都是執這兩隻手 不放 但是永遠之兩隻手 是假的,這樣解 這個就是個分別 佛於天人大眾之中,說是法是 當時這個大通智聖佛說這個 負責滅道和十二因緣法的期間 六百萬億拿猶太人 而不受一切法固 因為放下了這個妄執妄想 不受一切法的緣故 而於諸流,心得解脫 流即是流失我們的知覺 唉呀,看到顏色,看到境界 想了很多妄想 你還撿著這個東西,就是穿了個洞在那裡流 你一放下這東西,無漏 心,還有沒有東西綁住你? 不會再被任何東西綁,解脫 戒得心妙禪定,一時解脫 網上網識不再追隨幻境幻覺去攀源追逐 當下清靜,當下放下 所以,剩得甚深的善妙 甚深的妙禪定 三明,六通,天眼明,宿命明,流盡明 六通的大家都知道 天眼,天意他,心宿命,神足,流盡 能夠不求而自顯然 不是求回來的,是放下顯然的 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 當這個大通知聖佛再宣說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說法時 千萬億行河沙那由他等眾生 亦以不受一切法固 而於諸流心得解脫 所有在會聽的人 都能夠明白、接受、放下 從事以後諸聲民眾 無量無邊,不可清掃 因為當時的世界 是不是很多大凡天王? 根據這個經典記載 大凡天王怎麼證? 是不是行善? 是不是起佛塔廟? 記不記得我們在地藏經說 你怎麼可以證到大凡天王? 我去到一些新的寺廟 我發心去建寺廟 莊理經典,是不是? 那我就能夠為大凡天王 大凡天王是由福布正道的 不是修行禪定正道的 修行禪定的那個不是正道凡天的境界 因為凡天都是色界天當中的一個過程 業力一道又落輪轉 只有阿羅漢匹之佛能夠解脫生死 不入三界 所以四聖帝 負責滅道能令我們證到正念、正定、正為 三十七座道品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三無漏 證到一個清淨的究竟 而十二因緣能夠令到一些根基大的人 當下一擺下馬上證果 所以有個大通知性佛宣說一次法、兩次法、三次法、四次法之後 然後呢 嘩 經過他道那些天人眾 正道阿羅漢、正道匹之佛的 無量無邊不可清掃啊 那麼這個都跟十六王子無關 以下下來呢 就講 發生了這些事之後 於是 十六王子 見到有這麼多天人、正阿羅漢 皆以童子出家 即是未結婚 個個都未結婚 但個個都出家了 以為沙微 做了一些初年紀幼、初發心出家的沙昏人 但是這十六王子是甚麼人來的 是不是超級大菩薩來的 超級大菩薩嘛 他做了沙微都很厲害的嘛 諸根通利、智慧明了、靜修凡行、求阿納多羅三妙三菩提 這十六王子不夠已成的 以是 匹佛 受沙微請 過二萬劫 乃於四眾之中 說是大成經 前面 大通至聖佛 應誰請 是不是認十六王子和大凡天王請 所以他就說四聖帝 所以他就說十二恩怨 是不是令很多人正安羅漢、正悲自佛 對不對 現在 這個大通至聖佛 應誰請 應十六王子 這十六王子是甚麼人 菩薩 對不對 這個如來說是甚麼法 大成妙法、連法 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跟釋迦如來在這裡一樣 你想想是否一樣 釋迦如來過往生 在人世間當中 初説五比丘 十大弟子、五百羅漢 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 全部跟他先講解 因為他們的根基是這樣 時間成熟 對著菩薩根 說甚麼法 大成妙法 沒錯 說是大成經 明妙法、連法經 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說是經而 講完了 十六王子 十六王子很厲害 十六沙微為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故皆共壽詞 一聲學了 pillars 奉線通力 說是經時 十六菩薩三媒 皆昔順寜 佛月財運 經說了幾短 佛于八千劫 说是经义 即入正室 佛讲了八千劫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了多久呢? 我们今年一月开始讲 都讲了一年 都讲了一年 但中间有一段 有几堂就去了美国 我们都知道 其实讲妙法年分 我还要简单讲 长讲当然有时间讲 故事多罗罗 但是无论他怎样都好 我一定捉住重点 一定捉住重点 当这个大通知性分 入于静室的时候 事实陆菩萨沙眉 这16个沙眉 看他人仔细细 哇细细 变财无碍 各声法座 为四步众 即是 比佑比佑尼佛西佑尔 广说分别妙法法经 一日街道 六百万亿拿游 他行河沙等众生 事教利器 令法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我们看到了 十六王子 就是大通知性佛的亲生子 当 大通知性佛 讲完法 令到无数人正 令我罗案之后 十六王子出家 出家之后 求佛说法 佛就说妙法莲花经 接着说了八千劫 接着佛入了静室 就到这十六王子说法 经过他道 无量百千 六百万亿 行河沙众生 能够法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大通知性佛过八万四千劫以 讲了八千劫 入去休息了八万四千劫 从三会起 在静定中起 普告大众 就跟大众说 四十六菩萨三妙 我这十六个儿子 不得了 这个菩萨三妙 甚为稀有 聂 听下已经会说出来 诸根通利 他们所有的根 的能力 非常之 很通达 很锐利 很敏利 智慧明了 已曾供养 无量千万亿 数诸佛 数不尽那麽多诸佛 这是不是菩萨成员 认为十六个 比丘 十六个沙微 于诸佛所常修凡行 其实他早已 毕竟于一切三会 游戏神通 能受持佛志 开示众生 听一听就会说 已经懂得用佛的说话 开示众生 另入其中 令到所有众生 进入当中 与等能信是十六菩萨 所说经法 受持不毁者 如果你们真是听这十六个王子所说的说话 而能够接受行词 不毁坏的 是人皆得 皆当得 这些人 必定得到 当得就是一定得到 我能够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来之为 一定成佛 这意思 就是做什么 证明 我 入政室百万四千劫 我可以证明 这十六个王子 这十六个菩萨三尉所说的话 即是佛说 你们信他的人 将来一定成佛 证明 这意思 佛告朱比丘 释迦茂尼佛 就讲回这个故事 讲回这个典故之后 就对着妙法莲花经 那帮比丘就讲了 匹佛弟子十六三尉 你知不知道这十六个三尉 现在都已经成佛了 金皆得 阿纽多罗三秒三菩提 全部成佛的了 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 现在就在十方的国土 对着十方国土的世界的众生 说着国 说着法 他们是否很精通美法莲花经 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声闻 以为眷属 他说有无数无数 那么多个 这个百千万亿菩萨 发大成心行菩萨道的 已经是菩萨 有些未发菩萨意的声闻 围绕着这些十六个如来 其二三尉 跟着解了 其中的两个三尉 现在成佛 东方作佛 一名阿疮 阿疮如来 不动佛 在欢喜国 以名衰微顶 在东南方 又有两佛 其实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在这个地球 东 是吧 东是南 西北 是吧 东 东南 南 南 西南 是吧 西北 北 西北 北 东北 八方 上下 就叫做十方 我们这样定就知道了 那么呢 东南方有两佛 又有二佛 一名狮子欣 二名狮子上 南方二佛 一名虚空柱 二名常直 即是全部加如来都对了 西南二方 一名帝上 二名凡上 西方二佛 一名阿弥陀 二名 道一切世间父老 西北方有两佛 一名多摩罗 多摩罗 多摩罗招谈 香臣 通如来 二名虽微上 虽微上佛 北方有二佛 一名雲智在 二名雲智在 二名雲智在王 东北方 佛 有佛 明壞一切世间部位 最后的就是我 第十六 我 释迦牟尼佛 越疏破国土 成阿努多罗 三秒三菩提 講個典故出來 無端白事 這種就叫做無問自說 它是無問的 它無端白事就講個故事 你聽 這個體材就叫做無問自說 十二部經當中 這個就講一切之成就如來 我們叫做 他成佛 然後十六王子 沒有人問他 都不懂 是吧 為何佛要講呢 因為第十王子是他 是吧 第十王子 然後問我 十五個菩薩 這個三味 是不是現在成佛 是不是現在是他們的國土 是不是他們都可以講妙法年花 對嗎 釋迦如來 就是第十六個 嚴騙來說 是壽命最短的一個 是不是 亦是 最大悲的一個 亦是最難修行的一個 因為這個五族惡勢成佛 實在太難了 這個難度不得了 好了 所以他說我過去 聽我父親 在成佛的時候 我們亦都可以說 是專門講妙法年花經 能夠導引一切眾生 所以於今 在這個世間 亦都說妙法年花經 是不是有一個因緣 好了 朱比丘 大家知道 我等為三味時 我們過往初出家的時候 上交花無量行和沙等眾生 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時事已經教化宇宙虛空 有無數無數眾生發菩提心 為視如來智慧 但是只不過 如來的智慧 難解難信 好難令人相信 好難解得明給你聽 真的解不了 你聽到會怕 一個人的智慧等於宇宙 你怕不怕 不是吧 你能否接受得到 接受不到 這個人的智慧 這個人的心 等於太空 等於宇宙 過去甚麼都知道 現在甚麼都知道 將來甚麼都知道 不是吧 那麼誇張 是很難解 解都解不了 你怎會令人相信呢 他說 不是那麼容易 你能夠遇到一個人 解到給你聽 不是那麼容易 講到你明白的 他說 我滅到後 我入滅了之後 佛幽弟子 如果再有一些出家人 或者是佛弟子 不聞是經 從來不聽這部經 不知不覺菩薩所行 不信有菩薩的 至於所得功德 生滅道上 以為自己修行 世間功德 乃至出世的功德 世間功德是甚麼 以生惡令斷面 未生惡令不生 以生善令增長 未生善令生起 對不對 叫四正勤 這個就叫做世間功德 那我出世功德是甚麼 離上 放下 解脫 無厭 以為這樣的功德 以為當入涅槃的話 證到佛的境界 原來這個世間 真的有很多人 以為這樣就可以成佛 真的 是啊 這個就 南傳北傳 也有這種想法 有很多人參禅打座 以為無相就是成佛 離相就已經以為成佛 是佛 無相嘛 佛就是無相 但是他的大悲在哪裏生 但是他的大悲在哪裏生 大悲都是患來的 是 那你的大悲 你的願有沒有呢 願都是患 我上哪裏要患的願呢 那佛國呢 佛國都患 成佛四十二三十二大丈夫上都是患 所以 不追患 有修行人是這樣 但是看《妙法年華經》 佛在這個過程當中指出了 這些 不是如來的真正學生 很重要的 他說 至於所得功德生滅道上 當入裂盤 以為 一定入到裂盤 我於余國作佛 更有異名 他說 我在這裏世間成佛 叫食家貿尼 我在其他國家 我成佛 我有不同的名 是人須生滅道上 入於裂盤 而於彼土 求佛智慧 得文是經 為以佛成 而得滅道 更無如成 隨諸如來方便說法 他說 這些人 至於所得功德生滅道上 說自己當入裂盤 這個人 入不入到裂盤呢 是入不到的 他說 我於余國作佛 更有異名 我有第二個佛的名 所以為何有 釋迦如來的分身佛呢 遲些多寶如來出現 你說釋迦如來 在十六沙眉 那時候 度過多少人呢 那些菩薩在哪裏呢 我們也可以理解到 同地勇出品那些 六萬行河沙菩薩 在哪裏呢 我們可以知道 佛說 我有時說 我是此佛 我是他佛 因為一切佛同一個法體 大家都一樣 不過 以不同的願 認不同的因緣 事言不同的相 叫不同的名字 留意一下 這些人會怎樣呢 他說 我在佛國當中聖佛 有第二個名字 是人 雖生滅道之想 入於涅槃 他以為 生滅道想 入於涅槃 而於彼土 求佛智慧 得民事經 其實因為他收解脫 是否正安羅漢 正安羅漢 正安羅漢 是否會遇佛呢 因為安羅漢的特點 叫同佛出世 當然遇到佛 我在第二個國好 又叫第二個名字 第二個佛的名字 令到他求佛智慧 得民事經 他雖然在世間 我滅道之後 他說 看回這段 佛說 如來的智慧難信難解 很多人不明白 我滅道之後 有弟子 不知道有這部經 不知道菩薩所行 以為修行清淨得涅槃 我在第二個國成佛 有第二個佛的名字 這個人雖然生滅道想入於涅槃 但是在第二個國土 最好他會見到我的 見回我的 我就會令到他求佛智慧 令到他得民事經 記住 一切如來 為以佛城去盜脫眾生 更無如成 隨諸如來方便說法 沒有如成的 不過如來是因為 印應著眾生的起戶根基 而宣說有義成教法 今世在這個國土 他不用我這個名字 得民這個法 但是他將來之世在第二個國土 他會見到我 我用第二個名字去教他 但是都一日一定令他聽這部經 這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我們說 現世在這個世間 你證到 例法 拜法 你肯跟佛結緣 你將來之世肯會遇佛 不管你證 阿羅漢 避之佛 或者是三果 二果 一初果 或者是外道 那你拜佛 你將來都會遇佛的 佛得道 用現帝的名字 但是他一定會教你這個法 他一定會教你這個法 所以這個法是究竟 是根本 也是一切眾生成佛的必然法 沒有第二個了 他說一切如來在十方國土當中 為以一佛成安立眾生 從來不以異成的 異成是什麼 投其所好 因為你的心想 朱比丘若如來自知涅槃時到 他說 比丘們 假若如來自知到 涅槃快到了 眾有清淨 大眾已經體會清淨 信解堅固 已經對於一切有為的幻象 知道如夢如幻 了解實相堅固 很清淨 了達空法 已經了達原來本來空直 能夠知覺性 誤染著陳勞妄想 安住深入甚深禅定 看到這些眾生齊了 時間到了 自己快要走了 但是 變習諸菩薩及聲聞眾 一定會召集 很多菩薩及聲聞大眾 遺說事經 跟他講這部經 留意一下 是所有如來都說的 是這樣的 若如來自知涅槃時 他沒有寫哪個如來 一定會 大通山 大通這個至聖佛 是不是這樣 剛才 又是這樣 就走我就跟你說 是不是這樣 對了 他說 世間無有異成 無有異成 而得滅道 世間 不會有阿羅漢匹之佛 可以成佛 不會的 唯一佛成得滅道 而 只得一種 所以 一切如來有長子 匪名號 若抱然尊 我們為什麼 波野波羅蜜空直 為什麼又要收抱然行願呢 秘密在這裏 對不對 波野波羅蜜 金剛波野波羅蜜 就是空直 離一切上 但是行抱然願 就是一切有為無盡 這樣去圓滿 這樣兩者合起來 他就成為如來的長子 叫做法王子菩薩摩可薩 喏 那你做法王子菩薩摩可薩 你下一世可不可以不成佛呢 答案是 不行的 是不是 喏 這樣就是不行的 就是那種 給休當之 所有出家的修行人 應該要知道 你們應該要知道 如來方便 如來這種是甚麼 行順眾生 遷就眾生的方便力 知道你一下子受不到這樣的法 行順你 深入眾生之性 深入了解行順眾生的雜性 如其致咬小法 假如他的致向 只是咬於小法 例如怎樣 深著五玉 五玉大家都知道 才識名識碎 這裏正 這裏淡 又長命 又富貴 又有錢 又享受 五玉樂 貴事等故 跟他們講種種的小法 劃 劃說裂盤 說於裂盤 是人若聞 則便信仇 這個人一講那些東西 現在我們近代的人說 說top sales 即一流的銷售員 他買甚麼 只是賣你想聽的東西 賣你想要的東西 是不是 他不是賣我的東西給你 你想要的東西 有呀有呀 你要的東西 我這裏有呀 這裏有呀 類似這樣 因為人呢 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你跟我說的東西 跟我沒有關係 我不想聽的 是不是 我不想學 更加不想要 那如來要盜我們 是不是要 誠信著我們的 集氣起乎 然後去講 那個方法 令到我們得到這件事的時候 哎呀 原來這樣 我們真的有一句說話 叫甚麼 先欲勾軒 後寧入佛志 你有甚麼愛欲喜歡的東西 他圓滿了你 但是令你得到之後呢 慢慢去引導你 走上一條成佛的道路 那跟著佛陀呢 就舉一個例 他譬如五百猶巡 險難惡道 五百猶巡就是 很多公里 有很多險難 很多惡道 你走這條路呢 分分鐘呢 遭受災難 抗絕無人 死了 無人的 暴衛之處 嘩 陰森恐怖 若有多重 假若有多重 欲過此道 至真寶處 如果一班人等 很想經過這裏 然後去那裏呢 就拿到很多寶貝了 或者是礦物 藥財 金銀珠寶 諸如此類 有一道師 道師 不是老師 是引導 是嚮導 有個很厲害的響道 哎呀 都關掉這裏的路 充惠明達 很聰明 很智慧 很光明 通達一切的 知道這裏的地理環境 善之險道 通塞之上 知道這條路呢 嘩 這裏呢 掛頭路不要進去 死定的 這裏是懸崖 這裏有流沙 不要踩進去 全部都知道了 哪裏呢 有危險 哪裏通行得 哪裏不能行得 哪裏不能行得 塞的便不能行得 將盜眾人 準備呢 去引導這班人 欲過此難 過這個難關 所張人眾 中路蟹褪 他說一路帶著這班人 這班人呢 一班人當中 有些人越行越驚 走走走走 哎呀 不想走啊 什麼時候到啊 有時間都未到啊 走走到中途呢 就想放棄了 蟹就是蟹台 退就是想退步 就是想 反過來走走 百度思賢 就跟這個導遊說 引導這個人說 我等疲疾 哎呀我好累啊 累都好緊要啊 哎呀我都不行了 而復報位 我又好害怕啊 我很害怕啊 不知道什麼事啊 不能伏盡 我不可以再走了 我不可以再走了 前路柔軟 哇 你看看 眉眼還未到 還要走多久 前路柔軟 金玉 退環 我想回頭了 我想回頭 那這個 這個導師呢 看一看 就到了 到了 就到了 導師 就多諸方便 而作思念 唉 這個導師呢 就覺得 不值啊 你都來到這裏了 有我帶著你 你不用怕啊 沒有腐敗豺狼的 沒有危險 我熟透過這裏 此等可聞 哎呀 這些真的走回頭 多不值啊 是不是 真的很哀悶 雲何寫大珍寶 而肉退環呢 快到了 到哪裏了 走多兩步 你立了 是不是呢 你怎麼可以 退環呢 作思念以 以方便令 想到這裏之後 好了 想一下計製 想一下計製吧 出方便方法 於險道中 在險道當中 過三百游巡 又過三百公里 在這個險道當中 經過一段路之後 他化作一成 這個化作一成 即是他講到陳通廣大 很厲害 現出一個城堡 告眾人妍 應該是道師 不是普通人 不是道友 真是 能夠有大的老師 真是 懂得變成一個城堡 好了 發作一成 告眾人妍 引同大眾說 遇等雲暴 莫德推環 你不要害怕 不要回頭 就是這樣 今此大成 到了 這個城 可於終止 你便可以到這裏 停得了 可以在這裏 在當中停步 隨意所作 你喜歡做甚麼都可以 又去探探 若入城 快得安穩 如果你入到城堡裏面 你覺得很快 你就覺得 唉 正到不得了 若能前置堡所 亦可得去 如果你在這裏 透順喬氣 你再去尋堡 這裏出發都可以 給了一個城堡 給了一個城堡 這班人休息 詩事 極疲之眾 疲極之眾 哇 當時走到 腳又腫 又渴 飢寒膠壁 這班大眾 累得不得了 心大歡喜 嘆未曾有 唉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終於 來到了到了到了 嘆未曾有 我等今者 我們這班人 今時今日 免施惡道 好了不用再捱了 快得安穩 好 好快 得到享受了 得到我們想要得的東西了 於是眾人前 入化城 於是眾人前入化城 生以道上 生安穩上 他說 當時這班人呢 一猜 就入化城 就想著 唉呀 我搞定了 我終於到達 生死了 這個就是究竟安穩 快樂上 於是 導師 這個導師 引導的老師 知道這班人 既得止息 既然得到 休息 安止 唉呀 就在那裡嘆了 無腹疲倦 已經不再累了 不再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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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化城 整個化城不見了 與眾人言 就是和大家說 與等去來 保處在近 向這大乘 我所化作為止適宜 透順了嗎 透順了嗎 我告訴你 你們 還要去行 與等去來 還要去行 保處在近 很近的了 還有 鄉者 還有 尚且 即是說 你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大乘是我化作的 做甚麼 為你們止息 意味著 有沒有聲聞果 異成果 即是辟知佛果 被你以為得到安穩 還未到呀 繼續行 不是我羅漢辟知佛 就得二涅盤 繼續行 這個想起 我們前一陣子 也有一些師兄在爭 吃三淨肉 當然 他說 有些人說 佛食肉 這肯定是傍佛的 不行的 佛最初開三淨肉 有一種叫做 十不准食肉 不准食十種肉 甚麼醬 炮 紅 舉了很多例 牛 狗 諸如此類 其實 這些完全是因為知道 我們不能夠 一下子擺脫我們食肉的習慣 而開出的 三淨肉 五淨肉 五淨肉 等等 叫我們有十種肉不能食 十種肉不能食 那其他呢 其他可以 意思是甚麼 因為明知我們做不到 對不對 原來是守齋期 是否六齋十齋 那麼跟著沒多久呢 漸次斷除食肉習慣 所以佛在《列盆經》 佛在《入靈騎經》裏面都說 道拉尾佛就說 其實 我是方便給眾生食 我實在 從頭開始 我都不同意眾生食肉 所以將來如果有人說 我准眾生食 或者是如來親自食肉 這個人是庞佛 在《列盆經》很清楚說 那麼問題 佛有沒有給人食三淨肉 有 有沒有給人食五淨肉 有 有沒有叫人說十種肉不准食 有 但是這些 你要記住 它是導引眾生的一個方法 而以 但是到最後 一定要告訴大家 佛教是斷食一切肉 因為一切行大乘菩薩的人 以一切眾生 每一個是他的親生兒子 你親生兒子的肉好食的 你吃不吃 你吃得它 你以為你疼不疼它 很簡單 對不對 菩薩怎麼啟發大悲心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好了 這個曾經在我們的群組出現了很多爭拗 我亦都是 制止了 不能夠再把捧佛食肉的這些文字 在我們的群組裏面出現 終於我們的委員會都同意 所以也採取了 就是 清除了這些 日後再委捧佛食肉的言論 那麼這裏你一個舉例 這裏也都代表了一件事 佛港聲聞 原國的境界 是一個化成 但是到最後 告訴我們 不是 繼續走 留意一下 化成是消失了 有沒有留意到 在描發蓮花經之後 聲聞原國的這個果實 那個境界是消失了的 原來只有一成 明白嗎 所以在描發蓮花經之後 沒有什麼叫做阿羅漢 霹之佛的果實 沒有 只不過是一個階段 又明白了 所以這一段 是相當之重要的一個訊息 告訴我們 如來是不斷行信眾生 忍攜眾生 一步一步 端正自己的律行 達到自己的目的之後 然後 佛就說 祂想我們得到的結果 然後 叫我們安立 如來所教的方法 那麼這個呢 就是 化成禦品的最大的啟示 朱比丘 如來亦復如是 他說 你們這幫比丘們 你們要知道 如來就好像這個導師 帶領這幫人 經過險道的導師一樣 今為羽等作大導師 亦為你們作大導師 知朱生死煩惱惡道 險難長遠 知道一切眾生 在生死煩惱的惡道當中 種種的險難 是整天纏繞你們 是很長遠的 應去應道 知道哪裏應去 哪裏應該得 應該去導眾生 導眾生去哪個方向 若眾生但聞一佛成者 則不用見佛 不欲親近 便作事然 佛道長遠 苟勤辛苦 苟受勤苦 乃可得成 他說 如來一來 就為這個五族惡世的眾生 説 成佛的妙法蓮花 你猜有多少人 嚇到嚇死自己 是不是 會怎樣說呢 他說 如果眾生但聞一佛成者 只是聽到一佛成 又說生生世世 頭目手足要報師 又說 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業 眾生煩惱盡 你怨無盡 誰有這樣的能力 誰有這樣的心 是否計較 淪色 就會作念 佛道長遠 嘩 這麼遠 你走了 我不肯 久受勤苦 嘩 要熬這麼久 我熬幾年 熬了十幾二十年 這幾十年 覺得很難熬 你怎麼熬得這麼久呢 是吧 乃可得成 才行 唉 不行的 我不行的 所以 則不欲結佛 不想見如來 不用 不欲親近 不敢親近 就害怕 佛知是心 佛當然知道這些心 這些是蟹苔 這些為什麼呢 好想求少得少法 協弱下劣 以方便力 而於中道為此息故 說義裂盤 佛知道這個心 所以 知道一切眾生 在這個五族惡世 是輪轉的洗禮磨煉 搞到他的內心 好 脅弱 不敢 我們說 強 強是代表了什麼呢 不是說大 真正的強是 他不 他不脅懦的 他肯面對 肯承擔 肯承擔 甚至乎 肯頂大 強不強 這個明明是強 好大力都好 好大隻都好 好有力都好 他很怕事 強不強 不強 不強 留意一下強的地方 在哪裏 他肯去承擔 肯去面對 肯去富起 這個就是強者 但是我們這個五族惡世的特點就是 協約 是不是下劣 吃這些 吃算 多謝 都好 好 好 協約 下劣 他好的東西 我不行 我不行 你給他一些好東西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敢要 人世間是這樣 不敢要 知道他們的協約的心態 下劣的心態 怎麼可以給聖佛的寶藏 你知道嗎 聽一下都害怕 是不是 所以以方便力 於中 而於中道 為他們指釋 生死苦 有個利生死的樂 所以就說二裂盤 說出兩種裂盤 聲聞裂盤 以及這個 原覺裂盤 若眾生住於 異地 若果有眾生 住到在聲聞裂盤 這個 這個原覺裂盤 原來以時 即便為說 與等 所作未辦 好了 去到你們 當你們去到 正了聲聞 原覺 這個究竟之後 就是好像進了化成 探夠了嗎 探夠了 什麼事呢 我帶你去取寶 還未到 還未獲得到 什麼寶 如來的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如來的無上正等正國 還未獲得到 你在這裡探 正正在扮了 是不是 如等所作 你們修行的目的 未完成 沒辦好 如所住的地 你們所住的地 近於弗位 近過寶藏 但當觀察囂量 所得列盤 非真實也 你看看 你站在位置 現在已經解脫了 然後問你,你知不知宇宙虛空發生過甚麼事? 不知道 你知不知一切眾生,過去的生死,現在的生死,將來的生死? 知不知? 不知道 你見到他們那麼苦,你有甚麼方法救到他們? 不懂 不懂的,只有解脫 一個阿蘭一個僻之佛,只有解脫 你看光木裏是否要報師羅漢福道光木? 即是要報師羅漢 問題是,羅漢能否救到光木? 救不到 他要供養清淨蓮花木如來,才能知道方法 佛便圓滿到他 所以,你接近而已,你不是佛 先搞清楚 你們要知道,你與所住地,你們所住的各地 只是近於佛為 你再細心酬量,觀察一下 你所得的裂盤,是否真正的裂盤 非真實裂盤 但是,如來方便之力 這是如來方便之力 於一佛城,分別說三 講述了有三種分別現象而異 如被道師為止息故化作大成 好像剛才我所講的 引領著大眾去取補的道師一樣 為了令大眾安止一下 休息一下,這個緣故化作大成 既知適宜,既然已經知道 為了休息的緣故 休息完了吧 而告之言,就跟他們說了 保處在近,此誠非實,我化作矣 保處就來到了 意思是說 我一學妙法蓮花經 我一行無量意法 到不到呀? 是不是很快呀? 是否窒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為何用窒字呢? 你一發譜言願 你馬上可以了 快不快呀? 快到農女八歲可以成法 快不快呀? 有得解的 當然,每個人不同 你再聽聽也有佛授記 過往要供養幾百萬億餘來之後成法 十大弟子都授記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他說,保處在近 你現在住在聲文匹之佛這個境地 不真實的 我化作而已 我發現給大家看 五百弟子授記品 第八 第七就是 講授記 講這個化成 意思就是說 聲聞原覺 是如來所化 接下來 佛就為這五百弟子 相繼授記 聽過妙法蓮花經的人 都授記 都獲如來授記 我包括眾大家 演說和聆聽 將來都會得如來授記 是啊 你想不成法嗎? 你又不好意思 不知怎算好 真的不行的 一定成法 所以很多時候 你聽完這個妙法蓮花經 你想不想學這個 宏法導師培訓班 我學了宏法導師培訓班 當你認識了佛法之後 你認識得講的時候 你會不會不講 你講佛法的時候 你是甚麼身份? 你不是佛弟子 你在行甚麼道? 菩薩道 你是跟著來的 你不想不行 行不行嗎? 不行的 很奇怪 毅咬的 咬著心 不做不行的 好了 很快 佛就為 這個 再為弟子授記作佛 於是佛贊夫勒拿 薇多羅利子 夫勒拿說法第一 他說 說法人中最為第一 非但能忽持助孫我法 亦於過去九十億諸佛所 曾經在九十億佛國裏面 都是站在旁邊幫忙講經的 說法的 於非說法人中亦最為第一 在九十億諸佛國土當中 他也是說法第一的 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為第一 過去七佛他也是在說法的 佐佛說轉法輪的 於延劫中當來諸佛 即是未勒佛 以及賢劫千佛 所有如來成佛 他都在的 有份在的 又是說法第一的 亦是說法 說法人中亦服第一 宜皆誤辭 佐孫佛法 亦於未來誤辭佐孫 無量無邊諸佛之法 教化遙益無量眾生 另立阿納多羅三秒三部題 聽庫陋那 尊者說法的人 個個都會發大菩提心 為淨佛土固 為了要幫助如來 在一切逐惡世間去清淨佛國土 怎樣清淨佛呢 因為那裏惡世多 人心就惡 對不對 我一說法 法就可以淨化人心 對不對 人就可以離惡生善 對不對 能夠轉邪為淨 能夠轉淨為淨 能夠轉淨為淨 對不對 人的心全部轉淨 就是淨佛國土 隨其心淨 即是國土淨 對不對 所以佛法的威力在哪裏 轉心 將我們的心改變 錯的東西擺回淨 染的東西擺回淨 顛倒的東西擺回端淨 OK 好了 淨佛國土 常勤精進 教化眾生 那這個庫劉娜 這麼聰明 這麼厲害 佛就會為他 授記 他說 漸漸具足菩薩之道 沒有多久 因為事事說法故 具足菩薩之道 菩薩之道有多少 不是很多 千手千眼 港際菩薩 港大元滿滿滿大悲心 那麼多 普賢怨那麼多 觀音怨 地藏怨 那麼多 不是很多 是不是聚足 沒有多久 就聚足了 好了 聚足菩薩之道 過無量 阿生其劫 當於此土 在這個世間成立 得安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浩躍 發明如來 沒辦法 經過他講的法 都發放光明 經常都以說法 到眾生為己任 當然是叫做發明如來 正法昌明 所以 庫劉娜專者將來成佛 都會在這個世界 即是不是東南西北 在這個中途 在這個世界 那麼隔多久呢 不知道 就是 過無量阿生其劫 總之一定成功 好了 接著 佛再告 告訴這個摩加蝉 這個加蝉已經是備受記了 是1200阿羅漢 再會這1200阿羅漢 我今當現前 次第與受阿羅多羅三秒三菩提基 我會 漸次跟著秩序 去為這1200阿羅漢 去受將來成佛的印記 將來決定成佛 為甚麼呢 因為他今天聽過《妙法言法經》 於此眾眾 我大弟子 嬌陳瑜 當得供養六萬二千億佛 再供養六萬二千億佛 然後得成為佛 他會成佛 浩若普名如來 就會成為普名如來 其五百阿羅漢 後面的五百阿羅漢 包括有 幽留憑陀羅加業 騎爺加業 拿提加業 加留陀兒 幽陀兒 阿日留陀 尼婆多 傑賓那 博俱羅 周陀 沙家陀等 皆當得阿羅多羅三秒三菩提 當這一千二百五十個 一千二百個阿羅漢 他們同一名號 豪弱 普名 即普名如來 聽過 都走不了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釋迦如來 在《妙法言法經》前面的 一至八品當中 講述了《妙法言法》的特點 亦為先後 在這幾品當中 講述如來的方便 為大弟子仇記 為阿羅漢仇記 我們會知道 其實 這一生靜阿羅漢 其實 不是這一生開始修行的 對不對 這一生靜僻之佛 更加不是這一生開始修行 因為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果 其實推論到 它的因之前已經中落 這一生能夠釋佛法 又不是這一生開始修行的 這一生能夠明白到《妙法言法經》 能夠在一世間去宣說的 其實也是有使命的 為什麼呢 我們說 我們沒有刻意去宣傳 我們都是隨緣而至 我本人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說 在這個中心 雖然沒有做其他大型的任何宣傳 因為地方太小 我也不是很想做宣傳 而來得的 都不是一次半次的 我覺得他們 你們大家來了很多次 我亦都覺得 如是因緣 我們 以我本人來說 我二十幾年 三十年 真的都 沒有停地周圍去講佛法 也都 在佛法當中 有少少的認知 和整理了 我相信 講完《妙法言法經》 再講完《弘法道師培訓班》 無論透過現場聽 網絡聽 或者將來帶 光碟聽 在網站看影片 只要你們的發生是真 我深信 你們在當中一定會得到 很多很多很精妙的佛法 當你得到很多這麼精妙的佛法的時候 你應該心中要感恩 要感如來 感如來之恩 諸佛菩薩 照顧之恩 唯一一件事 最佳的佛恩是甚麼 就是分享 不要淪式佛法 不要淪式佛法 要將佛法 和我們更多的有緣人去分享 因為末法時期 實在太需要如來的淨法 好了 今天的時間 我們到此為止 願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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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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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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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聖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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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為了